大家好,我是南妹 平时买回来的猪瘦肉不是炒肉丝,就是炒肉片 家里的孩子都吃腻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出锅鲜香解馋,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大人和孩子都爱吃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猪瘦肉 我今天买的是李脊肉 买的李脊肉先把筋膜切掉 不然会影响口感 而部分人都比较较好 你给人家优廁 你给人家优廁 你什么样的火花 你给人家优廁 是否祝了尔米 你给人家优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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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可以了 看到肉串炸至表面金黄焦香 像视频中这样就行了 先控油捞出来备用 锅中留底油 把切好的葱蒜小米辣倒入锅中 翻炒一下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倒入辣椒面和白芝麻翻炒 把白芝麻的香味炒出来 炒好后把肉串倒入锅中 再撒上孜然粉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装盘 这小味道盛一下就上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好的烤肉串 鲜香肉嫩 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比烤肉店的肉串都好吃 平时买回来的瘦肉不知道怎么吃 你就试试我这个做法 出锅以后全家人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